好 我們來看一下拜登又口誤了嗎 他去這個愛爾蘭尋根 又再度口誤把這個橄欖球隊 講成了這個英國的鎮壓部隊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來聽聽 天啊 有口誤了 他自己都沒有發現 自己可能講錯了 然後他在這一次的行程當中 還一連串的就是好像出糗 比方說就是在合照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這個愛爾蘭的官員就 還要幫助拜登 來找到這個合影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拜登好像 還是有點不知道自己該在哪裡 人家講說他一臉懵的樣子 感覺看起來好像有一點 需要人家攙扶 甚至人家講說有沒有問題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跟蘇納克的事情 就是這個蘇納克這個 冒著韓風來接拜登 可是拜登是怎麼樣 看到他之後 把他給推開來了 蘇納克在旁邊好尷尬 看到這個拜登笑嘻嘻的 對待這個後面這一位 結果蘇納克在旁邊尷尬極了 所以現在有這一個 英國的肢體語言專家講說 這拜登是不是認不出蘇納克 因為蘇納克那一天 跟平常不太一樣 就是他戴上了眼鏡 但是怎麼樣我們都看得出來 這是蘇納克 為什麼拜登就認不出來 還有他還提到說 我不會回家 我要留在這裡 我要留在愛爾蘭 甚至很多美國人就講說 那你就留著吧 我們也蠻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夢想成真 這是來自美國的一些 這種網友的說法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美軍的洩密門 因為現在FBI拘捕了這個 21歲的空軍國民警衛隊的士兵 那有他這個自拍的照片 那這個洩密者 他其實被抓的時候 他還在這個露台安靜的讀書 人家就覺得很質疑 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 怎麼會有能耐 有這麼多份的這個機密文件 可是你看這個報導裡面 還講說 他其實還掌握了300多張 機密文件的照片 而且他對於這個美國政府 是負面的看法 他對於執法部門跟情報機構 他的心中的想像都是說 這是一個邪惡的力量 邪惡的單位 所以他想要報復那種感覺 所以他現在在被抓起來 反而引起了更多的這個質疑 跟討論 那這個洩密文件裡面 竟然還被發現到說 還有跟北京相關的消息 就是說北京想要提供給 俄羅斯致命性的武器 還積極的實驗這個 美國擋不住的導彈 說的是什麼呢 說的是東風27 據說他可以威脅到 關島以西的這個美軍基地 可能現有的美國的反島系統 通通都會攔不住 這個洩密文件裡面 還有透露出這一點 另外還有這個洩密文件 也講到美國的特種部隊 在烏克蘭的行動 那白宮是講說 駐屋的使館有少量的美軍 BBC講說這個密件顯示出來 美國還有一些北約國家 在烏克蘭部署的 這些特種的部隊 那柯比怎麼講 他說證實 美國在烏克蘭的確 有一些些 可是現在 這個洩密文件最重要的是 美國認為 俄烏可能今年是不會和談 這可能是不是也代表 美國的一個態度呢 另外全球的反美潮 感覺上面是不是要 給予拜登一個警告 首先看到歐佩克家 現在變身成了反美大聯盟 怎麼回事呢 因為現在歐佩克家 好像都是跟這個美國 有一些摩擦的這種 比方說俄羅斯啊 比方說像現在沙國啊 他們通通都站在這個 歐佩克家裡面 反倒大家都好像 跟美國在唱反 美國這樣你真產 他們就減產 他們現在甚至還漲價嘛 所以你看看喔 在這個搶導眾人推 這講的是 德國現在開始也有民眾 好像呼應馬克宏喔 因為馬克宏 不是現在炮後幕的拜登嗎 他們就走上街頭 要來反抗美國的霸權喔 因為德國的民眾 也來表達說 美國干預歐洲的一個不滿 認為我們歐洲國家 本來就應該要獨立自主啊 憑什麼一直聽你美國的 還有中國也曝光了 航特在這個銀行的金流 是不是也有警告 拜登的這個意思喔 這華人所開的 這個國泰銀行裡面 有紀錄顯示出來 有數百萬美元 從中國的企業這邊喔 好像這個流向了這個拜登次子 航特 以及他的鮑蒂詹姆斯的公司當中 所以現在看起來 好像這個此舉 是不是北京當局在告訴拜登說 老兄我逮到你的小辮子了 而且我會把他給抖出來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賴老師 我們先看到拜登在英國北艾爾蘭 他本身的行為舉止 確實是失禮了 這個對於英國的首相 確實是一個不夠尊重 不夠重視 對於英國人感覺到的挫折感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他看到他們的政府的首腦 親自的頂著這個寒風 到機場去迎接他們的老大哥 過去是他們的殖民地了 現在變成他們的老大哥 美國的總統來臨 他到了 親自在他的樓梯口接他的時候 大家其實從畫面中看得好清楚 好明白 就是拜登客氣的 很冷淡的 跟他寒暄完以後就把他推開了 他真正要跟他談的 或是想要見的是當地的 這些鄉親 這些軍人 這個爵士 他們談了就很久 而且他主動的馬上就把他的家人 給他做介紹 其實這些行為都反映出 他帶著他的孩子們 那麼回到老家去尋根 他的感情是澎湃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移民了幾代以後 總算他成為美國的 亞美利堅共和國的總統 這個多光宗耀祖 回到祖先的居住地 來去告訴他的先輩們 說你的孩子們很爭氣當了總統 這個是了不起的事 其實這個跟馬英九很像 馬英九也是回到 其實我們台灣人都應該要回老家 去尋根 艾登會不會來以想像 英國首相是印度裔 所以沒有認出來 戴了眼鏡就分不出是誰了 他當然知道他是印度裔 只是艾爾蘭覺得 因為艾爾蘭覺得他不是英格蘭 會不會他們其實看像亞洲人印度人 就是都覺得我長一樣 不會 印度人跟我們 是完全長不一樣 才宣 印度人是閃著 他跟我們長是完全不一樣 不是 我是說他看 就是就像他們分不清楚 亞洲人誰是誰 不會 然後印度人誰是誰這樣 他們開了G7的會議 也開了N次了 所以不會認不出來 不因為戴了眼鏡 他連離開的路長都認不得 那個都誇示了 那都只是在幫他圓 只是我覺得最情何以看的是 蘇納克 他為了要自圓其說說 你看拜登還是有揉著我的腰 拍了一個背影照 這個坦白說是有點淒涼 我們也可以理解小國的悲哀 尤其是當人家小老弟的悲哀就是如此 那就是養著別人的鼻息過日子 這個也就罷了 不過我對於一些密門 坦白說我是一直高度懷疑的 一個21歲的士兵 能夠直接拿到這麼絕對機密的文件 而且他沒有公佈的還有300件 這個何等厲害 這第一個 要不就是美國的五角大廈何等的笨 何等的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到底是誰為他這些資料 還有這一些洩密出來的文件 我覺得最令人驚訝的一件事情 是跟媒體長期以來 西方媒體一直在告訴大家的 是俄國的死亡 傷亡 慘重 而且是很慘很慘 數倍於烏克蘭 結果不是 剛好完全相反 目前來講 解露出來的文件是烏克蘭的軍隊 7倍於俄國的軍隊 也就是說烏克蘭的軍隊的死傷人數 是比俄國的軍隊多7倍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第一實踐的時候他們就說 這是俄軍 俄國他們篡改資料 意思也就是俄國獲得這個文件 是俄國洩漏的 然後所以把這個文件 篡改了以後再洩漏出來 目前看起來已經完全不是了 因為抓到了自己的21歲的小兵 而這個文件已經是為真了 為真的文件的話 那也就是我們的媒體都錯誤 因為烏軍死傷慘重 俄軍沒有他們宣傳的 死得那麼嚴重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戰報都有問題 認知作戰了 亮哥 這個難以理解 因為這個小兵 他是在Discord一個平台 然後用匿名 然後不斷的丟出照片 如果你是做 比如說美國安全部門 對五角大廈委外的 一些檔案建檔的工作 你怎麼可以拿照相機進去 或者說手機 他就是拍照 這難以想像 他不是用影印的 他是用照相機 那就一直丟 因為要增加流量 表示他很厲害這樣 這個美國整個安全檔案的管理體系 已經整個出大洞了 一個21歲的小兵 可以拿到這麼機密的資料 而且這個 他事實上外洩的內容 有一些還更嚴峻 比如說說烏克蘭的防空體系 五月就會崩潰 這個多嚴重 這個一定會造成俄羅斯決定要打到底 一定這樣 那你現在怎麼辦 搞不好美國本來是想說 烏克蘭輸了我再來究責 就說烏克蘭貪污腐敗等等 結果現在變成你有責任 你早就知道了 然後還有比如說 對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 這個質量 說什麼2100公里幾分鐘可以射到 對 國防部感到憂慮 說超過美國的水平 這個也是 五角大下自己的資料證明了 所以 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 就被意外的證明了 然後還有對以色列 對韓國的監聽等等 我就發現 其實我看這些洩密的資料 我就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個 奇怪怎麼沒有監聽法國 因為法國有自己的軍情系統 所以你監聽不到 還有300件沒有洩漏 搞不好再監聽 好看的在後頭 好看的在後頭 還有一個是沒有監聽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會自己去報告 這監聽 我說連韓國都被監聽跟以色列 表示韓國跟以色列的高層 都有疑美論 韓國是很典型 就是美國說 你有一些武器 砲彈 你就交給烏克蘭 對 烏克蘭真的很急迫 所以最近不是傳出 韓國說要用戒的 用戒的 戒給美國 然後再看美國怎麼處理 他不敢被這個責任 所以證明這些都是真的 就是這樣 不知道這剩下300份 有沒有1.5個博士的秘密在接種 來問一下將軍 對 這邊講的就是講的東風27號 我們叫東風21 東風26 21 25是屬於中程彈道飛彈 26的話是屬於長程彈道飛彈的 可以打到5500公里 但是那個東風27它最重要 它是高超音速 它在巡航的時候 因為它是兩節 第一節的話 負責推升跟加速 丟掉之後 第二節最厲害是第二節 它在巡航的時候 大概可以當下9倍音速 最後屠房的時候可以到達 10倍音速以上 你就沒辦法 你要超過6倍音速 那反彈飛彈是打不到 太快了 根本鎖都鎖不住 是這樣 所以它東風27現在 講到東風27 東風27 它可以打到5500公里 換句話是超越了第二島鏈 所以第二島鏈所有的目標 都會受到威脅 而且是沒辦法攔截 問題是沒辦法攔截怎麼辦 而且中共已經試射 曾經成功了 只是還沒有撥交到 作戰部隊去服務 現在還在做驗證 這個出來之後 以後沒辦法屠房 除非是雷射 但是雷射到現在為止沒有成熟 沒有成熟 現在只能拿反彈 你拿愛國者也要 或拿標準飛彈來打的話 打不到